狀況性的攻擊 一般都是已經在小聯盟的地方 就把你交好 你上來的時候 整個比賽的情境 你就知道你該接下來 怎麼樣的做一些策略 比賽正式展開了 林柯千面對張正偉的 第一個球是一個好球 張正偉呢 三成三一的打擊率 排行榜第四名 目前一百二十隻安打 差陳冠任只差一隻了 目前在安打排行榜排第二 連續兩個好球 那張正偉目前是三十分的打點 上來率也高達了三成九九 最近也連續十二場比賽都有上來 林柯千大概快速球 最快可以飆到時速一百四十四公里 林柯千那種厲害的地方 他那個深卡球 從內角外角這兩個地方 拐進來的速度非常的快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能夠決勝的球種 結果三個球呢 就把張正偉給K掉 林柯千呢 在本季二十場的出賽 十三場的先發 三點二九的防禦率 可以上來率也上到五點二三 戰績呢是兩勝五敗 被打得安打數低於他的投球局數 另外有二十六次四十球 跟三十三K 三陣率其實並不是特別的高 只被打兩發拳一打 大致來講 相關的數據其實都還蠻不錯 是一個崩盤呢 分下了敗陣 三陣 這也是林柯千的今天所投出的第三K 會不會被一個變數球騙 拳打三成一零 這個差別差了一成多 所以他在小聯盟在教導的過程 有很多的細節 然後鄭啟宏應該也知道 我記得不曉得幾年前 去看鄭啟宏在小聯盟的時候 那場比賽就有聽到教練跟投手在講 你現在就應該想辦法用你的快速球 來克制他 而不是你不斷地丟你的變化球 那你現在用你的快速球來克制他 你才知道你的真正武器是在哪裡 兩號三壞兩出局二雷有人 結果說揮霸落空 結果打擊的二成江河呢 是遭到了三勝 也讓將隊呢留下了一個慘累 目前是0比4落後